在5月1日凌晨 雄欣突然在社交平台宣布離婚 貼文說 我和張丹峰不再是夫妻關係 疑似官孫和小她10歲的內地演員 張丹峰結束14年的婚姻 之後更加連發多次離婚宣言 指某人一直刪我微博 而在雄欣發文大概一小時後 張丹峰亦貼文說 對 不過了 再附上三個流眼淚的表情符號 即成網絡葉話 而我們亦向雄欣香港的經理人求證 對方回應指 尚在了解中 而和張丹峰傳足五年非聞的 前經理人不刑 早上亦發文說 兩位老師 炒價歸炒價 必拿離婚開玩笑 這魔發展 我真是說不清了 並標著張丹峰和雄欣 似乎想急急撇清自己小三身份 不過此舉引來網民極大不滿 而張丹峰那邊的評論區 亦相當熱鬧 不少網民瘋狂大罵她和不刑 張丹峰似乎亦情緒失控 一直在網上向網民反擊 相反 雄欣的社交平台留言 就溫柔得多 大家都祝福她脫離渣男虎海 雄欣在1997年離婚後 和張丹峰因拍劇結束 兩人在2009年結婚 並有一個九歲大的女女 子弟戀 加上兩人在娛樂圈的地位差距很大 所以這段感情一直不被外界看好 雄欣的好姐妹蔡兆芬 亦曾經在內地節目中 說自己反對兩人結婚 因為覺得張丹峰不像好人 不過最後她都選擇祝福 其實雄欣和張丹峰近年 都頻頻傳出離婚的消息 2018年 張丹峰被傳出軌經理人北營 更被指張丹峰的經濟命脈 全部掌握在北營的手裡 雖然雄欣曾經出來否認離婚 而北營就在2019年5月離職 不過在2022年12月 北營被爆繼續擔任張丹峰助手 還在工作時同房 亦在今年的4月 爆出兩人已經領政結婚 甚至傳出女方懷孕的消息 而4月初 雄欣和張丹峰共同直播帶貨 茂合神離 令離婚傳聞再被炒熱 事後張丹峰急開直播澄清 風哥跟心姐很好 非常好 不像在網上傳的那些事情 想不到距離不足一個月 就爆出兩人疑似官孫分開的消息